中国外交部长发言人陆康宣布 印朝鲜外务相李永浩的邀请 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的王毅 将于5月2日到3日访问朝鲜 官方尚未透露王毅访朝的原因 也没有公布双方将讨论的具体议题为和 不过两韩峰会日前落幕 王毅这次出访有可能是要了解峰会细节 另一方面习近平也将于6月回访朝鲜 王毅可能也是要为了做安排而去拜访 本月3日朝鲜外务相李永浩 曾经短暂访问过中国北京与王毅会晤 李永浩当时就表示 要就半岛相关的问题与中方保持密切战略沟通 后续相关消息尽情锁地新闻时事报 记者孙玉山整理报道 请不吝点赞 李永浩继维 管长 李永浩维